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有些我们不能够解释但是可以感觉到或是可以理解到如果某个环节它是存在的那么到了现在某另外一个环节的时候它是有可能变成的 所以研究历史和从考古去认知开语其实是有一定的帮助 旧时代时期的诗涵通常都会有褶石都会有朱砂 那一般的解释都认为说因为它跟血有关所以它是一种乌术的迷信或者是乌术的信仰所导引出原始人有这样的一个 因为褶石或朱砂都是红色跟人类血液一样所以它没有啥这个的现象 但事实上我们如果现在去研究这些褶石或者是朱砂其实它都有杀细菌的效果 而我们也知道所有的尸体腐烂都必然会产生很多的不好的细菌而造成环境的感染 所以褶石跟朱砂撒在尸体上面其实用现在比较合理的解释根本就是在杀菌而已 也就是说人类在不管你聪明或愚昧总是在历史进程的过程中你会碰到问题你会想去解决问题 那解决问题做了很多的尝试终于有让你找到找到正确的方式 所以古人也在正方的摸索中也找到了撒射石撒朱砂而且这不是中国才有西方也是一样 所以不是说东方人迷信西方人就不迷信而是应该讲说这种朱砂这种的红粉的这种的撒在尸体旁边的 这个应该是原始生命发现到了尸体对环境的影响所以才会撒一些东西去消灭细菌 然后因此就最后看到的都是红色的折石或朱砂来撒在尸体旁边 所以不应该只是讲他是一个迷信的乌喜的一个仪式或什么所造成的 我认为更重要的应该是古人对环境的观察与实践的一个最后的结果 那只是古人当时可能没有文字可能没有文字可以承传 所以我们并不了解他们为什么杀折石或者是贴粉或者是朱砂之类的 那以这个成分它的功效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我认为其实卫生的程度大过于乌衣的那个仪式 我认为这次好 我认为这次好 我认为不兴认为这次好 我认为这次好